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着它们没有攻击性或危险性 人受无害的外貌 可能也是一种攻击的武器 你好我是永永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些貌似可爱 但实际却非常危险的动物吧 懒猴 又名风猴 是一种白天睡觉 夜间才活动的典型夜猫子 它们分布于东南亚的泰国 印尼 马来半岛和一些临近的岛屿 懒猴的体长大约27至38厘米 有着一条短小的尾巴 让它们隐于草丛中 不易被发现 懒猴有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 水灵灵的大眼睛让它们善于夜间看物体 懒猴的体背和侧面的毛为棕褐色 背中央有深粒红色的纵纹 负面灰白 懒猴的主食为昆虫 花蜜 水果和鸟蛋 懒洋洋的它们的动作十分缓慢 只有在受到攻击时才会有所加快 因为可爱的样貌 懒猴成为人类想要拥有的宠物之一 由于生活作息与人类不同 并且人类为了保证安全 总是想尽办法拔掉它们的牙齿 这是一段极度痛苦的过程 懒猴是国家保护的宾威物种 看似十分可爱的懒猴 却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有毒的灵长类动物 懒猴的毒线位于手肘 当它们遇到危险时 会举起双手 将毒液喷射出去 犹如眼镜蛇的毒液攻击 所以当你们看到双手 举高的懒猴 别误以为它们在和你撒娇讨抱抱 这可是危险来临的前奏 懒猴毒液的毒性并不强 一般不会致命 毒线分泌的物质和懒猴的唾液混合后 可成为毒性很强的毒液 里面含有可治过敏的蛋白质 能够毒死小动物 当人类被懒猴咬了 会感到剧烈的疼痛 甚至发生过敏性休克 西伯利亚花利鼠 相信大家都知道迪士尼卡通鼠来宝 他们就是三只能歌能舞的花利鼠兄弟 不同于夜猫子懒猴 西伯利亚花利鼠主要在白天活动 晨昏之际最活跃 行动敏捷并且善于攀树的它们 体长大约13至16厘米 尾长大约9至13厘米 花利鼠拥有一双可爱的大眼睛 浓密的绒毛及胖嘟嘟的脸颊 样貌十分可爱 尤其在它们吃东西时 双甲鼓鼓的十分呆萌 西伯利亚花利鼠是杂食动物 以穀物 树子 水果 蔬菜 昆虫 小鸟为食 萌萌的花利鼠是会冬眠的 当冬天即将来临之时 它们会大量进食而积住脂肪 为冬眠做准备 花利鼠多数在地下决冻栖息 也迎朝于树洞甚至侵占人工招引一秒的潮香 看似萌萌达的花利鼠 可成为人们饲养的宠物 但是这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危险性 花利鼠的牙齿十分锋利 它们的下颚也十分强大 这让它们有着强大的咬合力 试想想坚硬的坚果它们都咬得开 如果被它们咬到是何其疼痛 野生的西伯利亚花利鼠对周围的一切非常敏感 所以遇到它们是不要去触碰它们 以免被它们咬伤 导致染上多种传染病如莱姆病和狂犬病 虽然有些疾病是可治愈的 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和进行治疗 就会造成严重的心脏和神经系统问题 严重会导致死亡 可爱的西伯利亚花利鼠是具有功 畸形的动物 在野餐时如果遇到它们 你的食物可能会被它们抢走 澳大利亚香型水母 海底世界里有一种淡蓝色的透明水母 它们有着四个明显的侧面 形状像极了箱子 十分好看 它们名为澳大利亚香型水母 又称海黄蜂 海黄蜂字细胞所释放的毒性笔眼镜蛇海药毒 是世界上最毒的海洋生物之一 被海黄蜂刺伤的人 必须在几分钟内注射解毒药剂 否则性命难保 被海黄蜂刺伤所带来的疼痛极大 好像被炽热的烙铁烫伤一样 强烈的疼痛可是被刺杀的人们陷于休克状态 即使恢复多半也会留下伤疤 海黄蜂的毒液直接损害心脏疾 神经系统 可导致人类迅速死亡 在水中 它们呈现半透明状态 令人难以察觉 这美丽的生物主要生活在热带海域 多在澳大利亚东北沿海水域 而它们的主要猎物为小鱼及虾 为了避免遭受海黄蜂的攻击 请避免在它们出现的海域游泳 风中奇缘中 宝家康帝公主的宠物Miko就是一只可爱的浣熊 而银河护卫队中的火箭浣熊 也相当有它独特的魅力 可爱的浣熊源自于北美洲 是杂质性动物 它们可说是游泳健将 喜欢栖息在靠近河流 湖泊或池塘的树林中 它们活动时大多成对或结成家族一起活动 浣熊可说是夜猫族 它们白天时大多在树上休息 晚上才出来活动 浣熊有一种特别的习惯 那就是在它们吃食物时 都要将食物放在水中洗一洗再吃 然而可爱的小浣熊 并分不清干净水和脏水 经常把好好的食物放进脏水里搓 爱卖萌的浣熊 总是让人想把它抱抱亲亲举高高 但是经常和浣熊打交道的北美人民 却对它恨得牙痒痒 浣熊不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好 而且动手能力也极强 会在阁楼下水道 骨仓和储物间坐窝 美国和加拿大人民的房子 很多都是木质结构 一旦有浣熊入侵 房子就可能被它们抓出各种破洞 所以在大多数北美人眼里 浣熊十分狡猾 没有底线 可以说人设是非常的反派了 身为杂食性动物的浣熊 分分钟会入侵居民家中 吃了居民的宠物或与宠物抢食 浣熊可说是破坏力极强的动物 而且它们的身上带有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完全可能转移到人类和宠物身上 如果你的宠物和浣熊分享过它们的粮食 那么你就要加 以注意了 如果被浣熊抓到 也要立即看医生 您永远无法凭封面来判断一本书 尤其是在野外时 一些看起来最恐怖的动物 例如地窖蜘蛛和蝙蝠 实际上它们是无害的动物 然而其他通常被视为友好和可爱的动物 实际上是其中最危险的动物 甚至我们认为我们知道温顺 这一些可爱生物对人类和其他野生动植物 也具有令人惊讶的危害 看完以上所介绍的可爱动物 你有没有觉得它们的确长得特别的可爱呢 真可惜的是 这些动物具备着危险攻击行为 所以你能可千万不要 被它们的可爱外表所蒙蔽哦 你还想要看我介绍哪些生物吗 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就请帮我按赞 订阅和分享出去吧 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一起永永地活下去吧 拜拜 拜拜